8月3号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了解到 当天正值农历6月14 天宇将上演15的月亮14元 只要天气晴朗 在农历15前后 民众都能欣赏到圆圆的月亮挂赛夜空 这被称为满月 通常说15的月亮16元 就是说经常15或者16的时候满月比较多 但是今天晚上将近到一个比较稀有的情况 就是14的时候出现了满月 在8月3日的23点59分的时候 将出现农历6月的旺的时刻 也就是我们真的做了满月 虎方号告诉记者 月亮的阴晴圆缺实际上是月向的周期变化 随着太阳 月亮 地球相对位置的变化 月亮会在不同日期里呈现出不同的形状 当太阳 地球 月亮三者成一条直线排列时 月亮在中间被称之为硕 地球在中间则被称之为旺 两次硕或两次旺的时间间隔 平均为29.53059天 月亮在一个土岩轨的上场地球运动 地球同样也可以比一个土岩轨的上场地球运动 因此这两个共同的作用的结果就是 硕和旺之间的间隔会有一个变化 那么最短可以达到13.9天 最长呢 也达到15.6天 但是因为这个长度变化导致了 我们旺的时刻 也就是满月的时刻 有可能出现在14 15 16 甚至17 一般的15和16的比较多 那么17和14的比较少 虽然说14的满月非常非常稀少 但是这只是一个出现数量上面统计的一个结果 今天晚上的满月和平常的满月